和张丹认识了好多年 但是第一次聆听这么细致的成长故事 真的是感动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 他们年少时的这样的这种励志故事 真的特别应该被我们更多人所知道 因为确实可以激励我们嘛 对不对 张丹有一个雅浩叫做什么 花华女神 她和搭档张浩有很多精彩的瞬间 太值得大家留恋和回顾了 咱们赶紧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